民主派初选案 16个否认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的被告 法庭裁定全部表证成立 案件今早继续在西九龙裁判法院审理 国安法指定法官陈庆伟裁定 包括黄碧云、刘维聪、陈志全等 16个不认罪的被告表证成立 需要答辩 书免理由择日公布 辩方指 其中13个被告将会作公 案件押后到下星期一续审 民主派初选案 47人被控全谋颠覆国家政权罪 当中16个被告否认控罪 其余被告先后被捕